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乙肝抑抗体膏如何治疗? 乙型肝炎的患者可以表现为乙抗体的阳性 这种情况通常是一个小三阳 就是表面抗原阳性,乙抗体阳性,核心抗体阳性 我们统称为,或者说俗称,叫小三阳 这样的患者,我们首先还是抗病毒治疗 通过控制乙肝病毒的复制 来减轻肝脏的炎症,或者说控制肝脏的炎症 阻止整个肝脏病病的进展 这是我们最根本的治疗手段 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 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化验或者检查 来对这整体的病情进行评估 除了查乙肝五项定量之外 我们还可以查HBVDNA HBVDNA就是乙肝病毒的病毒载量 反映的是病毒复制的水平 身体里面病毒的载量 另外我们可以化验患者的肝功能 这是一个最常规的一种检查方法 根据肝功能的化验检查 来判断肝脏炎症的程度 肝脏储处备工程好坏 另外还应该做一些肝脏的影像学检查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肝脏的采钞 或者肝脏的CT 来评价患者有没有肝脏的血液化 或者是肝脏的硬化 甚至有没有肝脏的癌变 那么针对不同的这个病情 采取不同的相应的这种对症治疗